深夜中就绪后随即冒出巨大火光 美国国防部16号证实已在太平洋马绍尔群岛附近 完成义勇兵三型洲际弹道飞弹试射 义勇兵三型飞弹可搭载核弹头 射程超过9660公里 飞行速度每小时24000公里 是美国现役唯一的陆基洲际飞弹 但原本安排飞弹试射的时间是在8月初 当时因为碰上佩洛西访台 中共围台军业为了避免中国过度解读才决定延期 但16号起一连四天的美韩联合军业 还是戳中大陆敏感神经 尽管军演内容设定为朝鲜半岛爆发战争 但大陆军事评论认为这都是借口 美国实际就是要联合日韩等国打造工防兼备的全球反导体系 隐藏目标就是冲着中俄 CNN报道 美国国会议员访台期间会见了台积电代表 美国想显示无惧中国施压 要持续扩大与台湾的半导体合作 TVN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